我们这期和大家探讨一个四季难题 这个户外用的套锅到底选驴锅还是选泰锅 我先说答案免得小伙伴有剧透 赶快就是多少多少分多少多少秒 省得浪费大家时间 没有特殊需求你选驴锅就对了 其实常见的户外锅就这么几种 驴锅 泰锅 然后不锈钢锅 然后我个人可能锅具不多 也就三到四套 然后有一个人的两个人的三四个人的 我还曾经脑残买过一个八绳的吊锅 因为我不走那种高海拔的线 所以说对炉锅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也没有使用过那种一体式的急热罩 所以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普通的单锅和套锅 我个人也有套泰的锅 是自己凑的 但是凑得不成功 之前视频中也跟大家看过 但是没有仔细说 这个我们下期视频会详细的说一下那款泰锅 反倒是这款火风的 我倒是用了挺久的 这套是一个一到两个人的 我们最多的时候应该是三到四个人都可以 但是三到四个人吃的时候就吃的不会特别好了 最多是泡面或者是三污或者三支厨那种东西 一共分成三部分 里边还有个壶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俄罗斯套娃设计 其实在户外活动中我们一直强调 一直强调说体积和重量都是需要要求的 光重量轻体积大还不行 最好的状态是体积又小重量又轻 容积又大 这是最理想的 我那套泰锅的缺点就是很难套在一起 它包含了一个1.5升的大锅 当然根据我个人经验 就是1.5升的锅一般实际的实用容积 就在1升到1.2升左右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长死 你除非用来烧水 你能把水撞到1.5升 剩下大部分时间 其实你的实用容积根本到不了1.5升 然后如果你有个1升的锅 合理的使用容积 其实就在七八百毫升左右 如果你期望可以使用的容积是在1升左右 那你一定要买个1.25以上的锅才可以 带一个坚果 就我们可以把它弄起来 当成坚果去用 我一直用气炉 所以说其实这锅用了大概两年了 只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地方 如果它燃烧充分的话 是很难出现黑的 如果你用柴炉的话 很容易就是虚黑了 然后带一个0.8升的水壶 我始终觉得户外的吹具 能烧水才是最重要的 哪怕这个坚果我不用 或者是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能烧水 但是水壶的缺点就是它只能烧水 所以说其实大家在选锅的时候 这种锅才是首选 它既能烧水也能煮东西 其实你也可以用它来煎东西 而水壶呢 缺点就是只能用来烧水 你干不了别的 其实煎锅呢 大家知道这没法用来烧水 只能去煎一些东西 作为蒸煮来说 它肯定是不合适的 它送两个小塑料碗和一个小铲子 那碗我觉得使用性不大 所以说我就没怎么用 然后材质呢 就是最常见的叫铝合金材质 它内外使用的一个涂层叫 硬质氧化处理 中间是铝合金 注意啊 它官方说的是 这中间的主体材料是铝合金 而不是铝 至于说是三系还是七系 官方没说 我也没清楚 有人说说 如果这个涂层出现问题 铝是不是不健康 首先吧 咱也不常见用 对吧 偶尔户外用了 你也不会用它去炒菜 你只要不天天用钢丝球 去刷这个东西 这个涂层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坏 我大概查了一下 这种硬质氧化铝图层 一般是0.5到0.8纳米 维斯硬度在HV420左右 折合成我们常说的那个HRC 就弱势硬度 一般在42.7 普通的不锈钢厨具 其实也就在45左右 再说了 你要是真是把这厨层 咔咔咔刷漏了 那你坏一套不行吗 对吧 这锅又不贵 我没有用过国外的那种高端产品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和包鞋子是一样的 无非就三大核心 功能性 防护性 舒适性 这套产品 基本满足了我的要求 就可折地收纳 然后整体硬度也可以 我用了两年 涂层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是比较耐用的 这个BAR使用的是不优钢材质 然后从耐磨性上 舒适性上 防烫性上都非常好 我还有另外一套 大概也是这样的组合 但不是火风的牌子 什么牌子我忘了 因为做工特别不精细 用了一段时间就坏掉了 跟大家分享几个 大家比较关系的问题 说第一个 这东西沾不沾锅 这东西一定会沾锅 官方说是有一定的防灾性 其实防灾性没有那么好 你不放油的话 煎鸡蛋 比如说我煎过虾 煎过培根 煎过火腿 煎过罐头 多少都会有一点点沾 少量的沾 如果说你放一点点油的话 其实会很容易改善 这个粘锅的情况 因为我一直用气炉 又比较心疼那个气 所以说从来没有搞糊过 稍微沾点 你拿水一冲 然后基本上一擦气就好 再就是效率问题 我觉得因为都是平底锅 这个效率和锅的本身的关系 并不大 主要看环境 海拔温度 炉具什么的 你如果一定用同样炉具 测这种不同锅的效率 我觉得不会差太多 当然除非是那种 烧水神器那种急热灶 踏实的效率是特别高 可能两三分钟 就能烧一个一升的水 像这种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一般吃的比较多的 比如泡面 三只厨的那种方便食品 短行程一到两天 还可以带点什么培根之类的 鸡蛋我们怕睡的话 不会带一颗鸡蛋 会提前把鸡蛋打好 放在个小的容器里 只要去做个蛋饼就可以了 在不扎营的情况下 需要吃东西的话 就是比较简单了 先用大锅烧水 烧水之后 然后泡面 泡面拿走之后 然后煎锅可以煎个蛋 或者煎个培根什么的 然后时间刚刚好 如果说你走的时候 需要带热水走的话 在吃饭的时候 放一个小的0.8升的水上去 也吃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这水也OK了 然后用一点点热水 把煎锅和大锅耍一下 然后剩下热水带走 这样整个流程 既不浪费时间 也不浪费这些东西 但一顿饭煮面的话 就消耗掉几百毫升水 有时候还是挺奢侈的 这个东西虽然说套锅 但是你未必要成套的去使用 比如说我就一个人 我可能有一到两县的行程 然后我也不需要这种水壶 我也不需要煎锅 就简单带了泡面 然后带了一些炙热食品 或者带了一些干实 对吧 我只需要让它烧个水煮个面 那其实你带这一个锅就可以了 可以将你的炉具 对吧 放在里面 因为罐是放不进去的 我试过这种大罐是放不进去的 放完之后才会盖不上盖的 所以这个设计 我觉得不是很理想 炉具放进去 然后可以选几个调料罐 油啊或者是盐啊 或者什么东西 做一个这样的收纳 这样就很好了 如果你需要带个坚果呢 就把坚果带上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水壶真的 我觉得不是必需品 因为这个也可以烧水 不一定要带一个这个东西 但如果说你确实有烧水的需求 也可以带个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烧水 要比这个东西烧水 稍微效率要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其实高不了哪去 主要是这个东西 你往保安盃里灌会比较好灌 这个东西真的 你往保安盃里倒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而且你在户外 如果刷的不好的话 确实有一点点异味 也不是很舒适 无论是套锅还是说这种单锅 就是千万不要浪费了 这个锅里的空间 不然的话 你会非常非常不合算的 我说如果说你还在纠结 泰和铝 你选这个铝锅就对了呢 首先铝锅的价格比较便宜 就是说你的性价比会更高些 再者跟泰的整体重量 其实差不了那么多 而且真的泰的目前为止 线上我们比较容易买到的 这个泰的套锅 实用性没有就是这种铝的套锅好 顶级的烧水神器 它也是铝合金的 所以说泰在整个这方面 到底有没有优势 优势有多少具体差别在哪 我们下期做泰的吹据的时候 再跟大家详细说这个东西